巴黎奥运金牌以及未免男单冠冠军的乔戈维奇是开幕日的压轴好戏 但好事多磨 因为前一场女单打得太久 导致乔帅第一轮和阿尔伯特的比赛延后开打 现好37岁乔戈维奇实力还是碾压 以6比2 6比2 6比4直落三晋级下一轮 花两小时07分 比方已经是午夜了 再来看女单 身穿起蓝丝球衣 未免冠军的美国好手高福 也是另一个焦点 第一轮就像法国选手格拉谢娃 他以6比2 6比0直落的轻松获胜晋级 塞级他表示 虽然未免压力大 但他很享受 至于第一天爆冷的比赛是男单第15种子 红色球衣丹曼的鲁内 他一直找不到自己比赛的节奏 最终2比6 1比6 4比6 0比3 输给日益美籍选手中岛布兰登 提前重箭落马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